10月19日,参加2019年世界华文媒体高层感知山西活动的22名世界华文媒体代表,在山西近城感受太行古堡群的东方文化和魅力。 太行古堡群由皇城相府、天官王府、底济城、郭玉古城等古堡组成。 这些古堡大多依山而建,形质独特,功能齐位,展现了明清时期官宦豪宅和古城堡的建筑特色。 每一座古堡背后,都有一段厚重的历史。 我每一次都深深地感到我们山西文化的博大精深。 作为海外的媒体,我认为我责乌旁贷,应该向旅居在欧洲的侨胞们讲好中国故事,特别是我们山西的故事。 此次,2019世界华文媒体高层感知山西活动,以华夏古文明转型新山西为主题。 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2名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一行,访问了山西太原、晋中、长治、晋城。 我更多了解的晋商,特别是对晋商当年的这个经营的模式,管理的制度,就让我是为之一惊。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晋商的精神还传承下去,把这个晋商这种勤劳创新这种精神继续在海外也发扬传承下去。 山西作为传统的革命老区,五湘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红色文化也是此行的参观内容之一。 美国华网社长胡大江将走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,看作一次寻根之旅。 我父亲叫胡一川,他是延安鲁艺木科工作团的团长。 在这个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领导下,配合这个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, 他们展开这个美术工作,科目课。 他们在这个长治,在五湘,在这个辽县现在的左权一带工作, 做了大量的创作工作,为这个抗战宣传出了很大的利益。 那么这次参加这个世界华文媒体论坛,选择这个路线的特别就选择了这个山西县, 因为这个县里面本身我就看到有五湘有长治,所以呢,也是寻根吧。 在山西长治,华文媒体代表们还参访了当地的煤炭转型企业,山西高科华业集团。 该企业产出山西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半导体照明灯具和商用电视, 集聚了从外延芯片到产品应用的产业集群。 产品远销俄罗斯、越南、印度、美国、德国、匈牙利、印度尼西亚、埃及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, 成为全国电子产业巨头的供货商,中国LED产品出口的重要基地和山西产业转型发展的标杆。 在山西这样一个内陆的城市,能有这样一个高科技企业,其实也是蛮震撼的。 因为现在的投影的技术,在国外也好,在国际上也好,都需要这样的高新的技术。 这次颠覆了山西的印象。 相信这次华多对海外的华美高车产生其的意义。 最近现在看到他们对我们国家八大精神的历史文化,非常感兴趣。 到了关卫,回到祖国,看到我们优秀的中华历史文化,它更增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。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。 八大精神的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海内外儿女共同的根。 还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。 我觉得根红梦通过海外花美高车来山西访问,行走山西,我觉得达到了集中的体系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